安控大厂企有宣布了 监控系统要从网路走向云端 预计下半年推出首款的云端摄影机 企有表示目前网路摄影机出货 维持年增两到三成的成长速度 不过因为中国大陆同业快速崛起 纷纷透过低价策略抢单 对于台湾厂商压力不小